接下來是一個重點叫做聯通管原理 聯通管原理一般考試的題目就這樣寫下很簡單 到我就知道答案了 但是對我而言很重要 因為我未來在算很多題目的時候 尤其是算大氣壓抑的題目的時候 我都會用我教的聯通管原理 我教聯通管原理就是這句 相聯通的同一個議題同一個水平面壓力必相同 我要這樣教的原因是因為 這樣子會跟計算題有關係 這樣子會跟計算題有關係 我剛跟你說了未來在處理一些大氣壓力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用這個想法去解決 相聯通的同一個議題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是我教的聯通管原理 可是你平常在參考書上 所看到的聯通管原理寫的是另外一種寫法 寫的是寫法 好這次我給你解釋說為什麼會這樣 這有A點跟B點放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兩個壓力一定會一樣大 因為如果壓力不一樣大 一邊壓力大一邊壓力小 它就會讓它推動它 推動它流過去 流到壓力又一樣才會回復到靜止的狀態 所以我們在相聯通的同一個議題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雖然這個瓶子並不是直直的斜斜的 表示有地方上面有壓下來 不管如何如何怎麼樣改變 反正我們壓力就是要一樣 要每一點要大家這樣的情況下 才會同一個水平上個點都保持靜止不動 好如果這個意面它如果不水平也會把它搞到水平為止 這就是一般參考書上面跟你講的聯通管原理 大家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像這個圖的左手邊意面沒有水平 你就發現左邊比較深 右邊比較淺 所以左邊的壓力大 右邊的壓力小 它會從壓力大流到壓力小 流到什麼時候為止 右邊那樣子就是一個水平的情況為止 這樣才會深度才會一樣 然後壓力才會一樣 才會這樣才會一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般參考書上面跟你寫的聯通管原理 如果我是聯通管 如果我是聯通管 那我們的液面就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就像這樣子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那我們不管我的管子的形狀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倒下水之後 大家一定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水平面上 那左邊上面的水平面上 它會在一個同一個水平面上 這就是一般人交的聯通管原理 我們是聯通管 那我們的液面就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我交的聯通管原理 叫做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因為這句話會跟我們的計算題有關係 所以有些運用 這是課本上所介紹的應用 這個熱水平 因為聯通管 所以水平看得出來說 這個水道有多高了 那古時候那些工匠 就是一個管子裝水 然後呢左右 然後去掛在門框上面 發現它會在什麼水平面上 你看那個門框是不是平的 有沒有歪掉 意思都是一樣的 就是熱水平啊 聯通管原理的指示 我們是不是有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它應用啊 看一下就可以了 OK嗎 OK 好 這台水公司怎麼樣把水送到家裡來 如果 住家比供水佔高 怎麼辦 前一句是怎麼把水送過來的 後一句是如果住家比它還要高 這就要暗示你它怎麼過來 後面這就要暗示你 前面的答案是什麼 平常你比它低那是水怎麼過來的 然後呢 比較高那怎麼辦 這個看不出來是幾號 為什麼看不出來 35了 35問過了 為什麼都抽不到男生啊 為什麼都抽不到男生 為什麼都抽不到男生 30 30 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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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到你喔 很難吧 來 公水在裡面高啊 公水在裡面高啊 用抽水管啊 可以他吵了 把布啦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公水在裡面高啊 可以啊 可以不行嗎 所以公水基本上就用連通管原理 有一個高高的公水站 水送過去之後 大家要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所以他就會升上來 就可以把水送到你家裡去了 那如果你的家比他還要更高 你就要加壓 像我們家裡是住在山坡上 我們的就有幾個 有兩個加壓站 幫我們把水壓加壓送上去 所以我們還沒 我們的水就要多付一點錢 就是付那個 加壓的錢 放他加壓的錢 所以呢 這樣做 OK 很簡單 連通管原理 一般考試的題目很簡單 就是 我是連通管 我們的意面要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但是希望你記住 我教的連通管原理 因為未來的計算題 我要用到這句話 叫做 相連通的同一個議題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 很好 沒有 我看見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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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